Hello, 大家好 上次跟大家提過這兩張黑教封面相當相似 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原來在錄音室錄製錄音時 是同步以兩種方式來修錄的 一種是以模擬方式 在錄音時收到的訊息 直接傳到黑碟機上高, 黑制無盤 另一個方法是用到最高規格的數碼錄音 DST 11.2MHz 1bit 錄音 再將這個數碼錄音轉換成為模擬訊號 傳到黑碟機上高, 黑制無盤 所以這兩張黑膠是同一個錄音 不過是不同的方式錄製出來的 所以這次可以直接比較 直黑黑膠和數碼錄音製作的黑膠 到底有何分別? 聲音上高會不會有不同呢? 大家想知道, 就看下去吧! 我今次用錄音機, 直接經前級錄製兩張碟 同一樣的錄音 減少喇叭和空間的影響 為了不會影響大家的聽感 我先不會講以下錄音的來源 大家可以細心聽聽有什麼不同吧! 人們的愛 紅耳 靠音 黃耳 靠音 亭舌跟羽能、 音色 靠音 湯河綠 和聲音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大家聽到剛剛那兩個錄音 聽不聽有什麼分別? 你喜歡第一段還是第二段? 好了,到我開鼓了 第一段是DSD的錄音 第二段是直黑的錄音 最後我再播多一段給大家聽聽 先播直黑,之後再播DSD的錄音 讓大家知道結果再去聽 看看會不會跟剛才有所分別 好了,今次分享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我會不習得等 我會不習得再播放 我會不會跟你講 對,我會不會跟剛才說 然後在一起 我會不習慣 我會不會跟剛才說 說唱不久 兩句 我會不習慣